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鐵塑姑姑小姨媽頻道 在2月份開關到現在 其實有很多朋友已經來到國內 尤其是大灣區的地方 吃喝玩樂 或者參加一些短線團 也有些朋友已經開始計劃 想去一些遠一點的地方 例如根團也好 自由行也好 有看我視頻的朋友也好 有看我視頻的朋友也好 我也是有自駕遊和半自駕遊 也跟大家分享過 有些地方其實很多朋友問我 是否一定來到國內 都需要開銀行才可以用錢 或者一定要用現金 其實這一集我就想跟大家一一分享 如果有朋友就是想來國內旅行 包括你是自由行也好 跟團也好 怎樣用錢 訂購酒店 還有如果行程有變 究竟訂了的酒店可不可以cancel 即是取消 因為你訂酒店 有時候訂了五天 突然間你想改行程 即是住了兩天 究竟可不可以三天的酒店去cancel 如果不cancel 即是自己又要貼錢 在行程裏面 買飛機票去哪些網站 或在這一集我都會跟大家一一分享 但是重點來了 重點的是 在尾段的三分鐘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有些朋友就說 喂我需要去一些偏遠的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其實都是平地的 高原地帶我們就真的好笑好笑 你說過兩千米的地方的山 其實都沒什麼 是不是 那好了 來到國內有很多地方 尤其是在雲南西藏新鑽 都有高原的 好了 在我們本身 在香港朋友 究竟我們適不適合高原地帶呢 高原地帶有什麼反應呢 其實反應很強烈的 這裏到這裏都會頭暈 和頭痛 走都走不了 那怎樣可以避免高原反應呢 那我鐵索就有三招給大家 好了 尾段大家不如一齊聽我說一下 怎樣用這三招 來避免高原反應 好 我們先去片 先來講 怎樣用錢 現時在國內 任何的省市見到你去買東西的店 吃飯也好 買東西也好 如果見到他們支持支付寶 即是見到收款碼 香港的支付寶就可以給錢了 香港支付寶在國內大部分公交車都不可以坐 我呢 我就在6月12日去到重慶 去到一個小賣店買了一件9.9的物品 當時它就有支付寶的二維碼 我就出示了香港支付寶掃描一下 即時彈出支付成功港幣10.08.9 同一天其實我試了很多間店 都有支持支付寶給錢 我又入了另外一間店 大家看看我如何操作 大家又看看我操作 見到支付寶的二維碼 我就點擊下去寫68元人民幣 之後點擊溯源支付寶的二維碼 隨即便會見到成功支付74.79元 大家會否懷疑支付寶的交易率高些 所以我隨即同日同時間開了另海各APP 看看68元等於多少錢 大概是相差兩毫錢左右 包括在路邊的自助販賣機 都可以支持香港的支付寶給錢的搞定 剛才剛剛有說香港的支付寶 不是所有國內的公交車都可以坐 就算可以坐 那究竟怎樣去轉換國內乘車碼呢? 大家打開香港的支付寶 見到應用中心點擊更多 出來就會見到 大家又找尋一下跨境乘車碼這個icon 按下去之後 大家看到深圳地鐵 深圳通就是坐巴士的 然後只有佛山、廣州、中山都可以用香港的支付寶來乘車的 如果在國內其他地方坐地鐵、坐公交 最方便一定是用國內的微信支付程式 因為在微信裏面有一個小程式 大家寫一下乘車碼 乘車碼 點擊進去 當在上海市 因為我曾經在上海坐過車 所以 就即時可以顯示到 上海的公共交通乘車碼出現了 再點擊轉一下location 看看在哪裡 廈門 廈門有兩個 廈門的地鐵和公交車 因為我未去過廈門坐公交車 所以它就必須要我開通的點擊一下 下一個icon我同意 其實是開通這個微信支付 大家看看需時不用30秒搞定 在我前一段時間的旅遊片 跟大家分享過 用什麼網站去訂飛機票 高鐵票 甚至乎酒店 剛才一開始 你和大家有說過 如果訂了酒店 要去做cancel 那怎麼辦 其實所有的在國內 訂酒店的平台 都可以做取消的 一般的取消都不會額外有罰款 或者任何收費的 那如果酒店要取消 又有些什麼步驟要做呢 只要客人打電話去訂房的酒店 和前台解釋你是在哪段時間訂了酒店 需要取消 然後隨即在你訂房的網站和客戶服務員 去溝通說明申請理由 這樣就可以了 退房金額 也都會通過你電子交付的平台 退款給你的 大家看到兩張單舉 其實我在重慶那時候 訂了某酒店三晚 突然間我要取消兩晚 所以平台就會即時退款 溫馨提示一下各位 如果要訂國內的酒店 必須要看下酒店的政策 因為每個酒店的政策都不一樣 好像這間酒店 它是只可以接受大陸的客人 其他港澳台的人士 或者外籍人士 都不接受預約 好了 好了 最後一部分 和大家分享一下 避免高原反應 三招 其中那兩招 頭那兩招 就是去到當地 如果真的有高原反應的話 必須要帶兩種飲品 第一種就是補抗力粉 補抗力粉 補抗力粉 在香港的超市 或者國內的超市都可以賣 我每一次去西藏 去高原地方 我都會帶給補抗力粉 是有緩衝的幫助 第二種就是鹽 如果你有高原反應 去到那邊 沖一些暖的鹽水 喝一杯 也會舒緩你的頭痛 高原反應 但是這個只不過是舒緩的 最可以緩衝的 就是去高原之前 必然一定要練一個叫做 呼吸吸吸吸 呼吸吸吸 當這個一秒 這個一秒 是不是 有些人呼一秒 很快 是嗎 no no 不可以 練 是怎樣練法呢 吸氣一秒 呼氣 風 Bonus 鄱反應 唇 吸吸吸 吸吸吸マ 吸吸排 吸吸吸 吸吸吸 可以再加的话 吸一秒 呼十秒 有空去做 慢呼吸法 去旅行前 一个月 去练 之后平时习惯 当你练了一个月 你平时习惯 都是慢呼吸法 对你的身体 内循环 是 非常之好 兼且可以抵抗 高原反应 我铁索在这几年旅行 完全 没有受高原 的影响 没有受高原的气压影响 最高可以去到5,200 是没问题的 躺在一个地方 是4,700都没问题 所以大家 练一下 慢呼吸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